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 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星期五进入了委内瑞拉领空 但是华盛顿表示 没有任何美国政府的飞机经过这个南美国家 查维斯说 他命令两架F16战机升空拦截 他所说的P3飞机 这位委内瑞拉领导人说 美国飞机从附近的安德烈斯群岛 两次进入委内瑞拉领空 华盛顿说 美国在没有事先许可和协调的情况下 是不会飞越另一国领空的 查维斯在去年12月 指责荷兰允许美国使用荷兰拥有的 加勒比海上的安德烈斯群岛 为袭击委内瑞拉做准备 美国称这一指责为无机之谈